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了六八九 六八九是娶 娶得外式 娶得外式 娶得芬蘭 芬蘭 很厉害 果然较西化的家庭 真的 他的儿子也是在英国很多年 当然 梁振英的子女全部西化 当然是娶外籍人士 是很正常的 是吧 有点挂着齐欣 齐欣 齐欣 当日是不是星巴她老母 不是她Bio Logical Mother 是吧 芬蘭媳婦 即是吃婚 吃婚 来到六八九 平时她常常用Faceball 常常拿美国 那时一直拿美国 我用美国的Faceball去拿美国 即是这个六八九 好了 说回今天 Souho Souho 你有什么题目 她想说 她也是想说 劉世良事件 最怕的 为什么呢 我一定要把这一节 又要不盈利 为什么 因为人们说 你们说是为了 流量 为了流量 就是为了钱 不收钱 就是不要盈利 好了 那么 这件事 你是怎么去看的呢 来到现在 我见到一个朋友 说很久没有见我 我有一个YouTube频道 不过就不是常常更新 但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找我的名字 所以在我的频道上 其实阿亨利上来一集 趁他上来我那里 我跟阿亨利说一次 大概是两三日前 就说了那时最新的状况 真的很好收视 坦白说 我平时自己录的那些很低收视 证明这件事 又真是令到整个 黄尸界的网台也好 是不能避开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初初不想说 在我那里 就是因为我觉得 初初第一天发生的时候 我就听到 这是关于那些出版 版的那些书的问题 你出书出了很多年 你很知心 我想你说了很多次 但是 我初初听到 会不会是有一些 版权上的争议 或者版税上的争议 第一天 第一天我听到 我有这样的犹豫 所以我就没有说话 然后后来我做事 就没有空 有几天 直到亨利找我的时候 已经是 已经发口了好几天 那时候应该大概是去到 程翔还没出声 程翔好像都是早两天 总之去到中段 那就已经有证人 龐正 黄勤大又出声 大概差不多 就是那场饭局的具体内容 出来了 就越来越多龐正就证实 刘世良在这件事里面 就起码两边哄 而拿到这本书的出版的权力 最后就出了这本书 但是 就是 我初初是有点猶疑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来到现在 截至今天几日 今天所有的黄絲 都还在这里说 说了一个星期多 但是现在来到这里 其实已经不只是说 陈翔叔那件事 已经开始 喂 老徐又说 他当年和刘世良交往 遇到的那些 不公平的东西 那些租务东西 女王 女王 探长 探长说了很多年 老实说 探长 然后葛登潘又出回来说 Alpha Alpha 就是以前 女伴的那个御工 是的 Alpha 其实我们也认识的 然后 总之他们说回所有刘世良的遗人 现在大家的立场 又不只是说 乔叔这件事 大家有一种愚梦初醒的感觉 蛤 原来你们之前 经常说的那些公义东西 什么 原来是找到我们笨室的 即是他们现在大家有一种 为何这么愚怒 就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所以呢 即是来到现在为止 有些人 譬如有些跟他相熟的人 想帮他说 喂 可能真的 刘世良有他的版本 就是说 他当初是拿到 乔叔的授权的 在口头上 没有白字黑字 然后后来 他出了书 然后有陈翔就说 喂 你应该 我没有同意过你 好似有种 刘世良就觉得 好像有种被人冤枉的感觉 蛤 接着要给你十万元的加币 你呀 你冤枉我水 他没有直接地说 但他们暗示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这种这样的说法 令到大家很愤怒 哇 你原来 不只是出书的问题 现在讲的 你整个人格 诚信都有问题 即是说 很多人被你欺负过 很多人 现在那些人说出来 老徐 那些全部被你找个笨实 连义工你也不放过 然后拿到那时候 自由定价那堂 我们那时候都笑过 十元 十元 你当黑衣吗 你不如不要给 这些事情拼凑出来 大家为什么会被骗呢 就是 那时候听没问题 尤其是他最忠诚的粉丝 那时候听没问题 是啊 第一个忠诚的粉丝都说 没问题 你们是为了带风向 影响加拿大选解 虽然来实流伤 不是第一个去反对 你独民屋的 那你们是一定收到 共产党的钱 为了流量 为什么叫人陈喬熟 就是很熟吗 那起码有 大概我本身 有些黑粉人 就是有些帮你倒米 都是的 这个状况 我们都很熟的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粉丝 他是很热心地 打算帮你去辩解 的 谁知道好心做坏事 但是这里又不同 有些人又说 喂 那个canny boy 的身份又成疑 就是他们的admin admin 是不是抗泳圈 是不是cannyquan 真的很抢口 我真的很难相信 他会被一个 所谓义工 或者admin的人 去发言 去用他的帳户 去这样说话 而且如果 这一陣子都是这样的时候 是吧 是 这么勇武 你都停不住 应该可能 有可能是你的 亲密战友 才停不住 有哪个是流失 先停不住 这些很多社运KOL 都面对的问题 你停不住 哪个是他先停不住 有这样的 推你都不出奇 真的 不出奇 所以 现在来到 其实我有几件事 我在心里 都有些想说 因为只说 陈杰叔的事 我想已经几万个频道 说了 我们再说具体事实 这当然 最新新回隔 起码我现在所知最新新回隔 都自成为到 ether 到这儿 我不知道 axes 不如我加少少 你加少少 當然你問我 如果砌,去到現在很多砌 就是我砌出來的故事 因為劉盛說他是有陳喬老先生的同意和資料 他說USB是沒有這件事 不過陳喬老先生寄了幾隻碟給他 我猜陳喬老先生不反對 那些人是會拿他的心血 因為他有時候會捐給圖書館、博物館 有時候拿出來做善事 不反對 但是當你後來發現原來 南華中部初初都不知道 就是這樣說 陳喬老先生何秀 而不是一些商業的運動 只要根據消失的檔案的追查 後來發現 為何會賣錢 或是為何會有商業盈利 會有牟利 他說 跟我的宗旨不同了 我不能被你打破 我只撥 可能這樣他會生氣 可能初初就說 這裡裡面有很多商品 你自己選吧 有什麼的 選完商品 我再跟你慢慢談 誰知道 到後來 甚至 啊 流利 然後整個是怎樣排版 沒有跟我說的 要跟中橋那本95%相似 那如果跟那本95%相似 為何要再出多本 用回 再放就行了 人家那本 人家再放就行了 反正我跟中橋多年的義工 再不是 我跟南華中部 僱容關係這麼多年 我叫南華中部出去都行 為何我要 你幫我先出 是嗎 雖然你又說 有葉德寶 他聯絡南華中部 那時候有阿紀協 後來有阿希希 還是怎樣 葉德寶 暫時他也是消失了 沒有出來的 到現在都未出聲 他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 葉德寶也是成債做過他主持 可能這樣才能做到 他中間印 可能陳橋老先生覺得 跟我平時的宗旨做法不同了 還有你有版權 人家中橋那本 你說的照片 你說是南華早報 還是他什麼都說 我有 在光碟 他給你 但是人家怎樣排版 這些Captions 全部都有版權 即不是照片的版權 一本書 其他的版權 你照得到15% 或以上 他相似 其實這個都變成了 一個盜版侵權 我又怎樣跟中橋交代 你一定不可以這樣 所以後來都說 他想找中橋去幫他 跟劉晨能聊 可能也有 然後後來談不完 然後搞到他一直 躲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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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死了之後 那些家屬說 我們不可以等 老豆禽冤 想下方公道 於是便出來 誰知初初年來講到 去貪錢 又去了陰謀論 甚至鍾建華叫大家 不要攻擊陳橋老先生 家屬都不斷被人罵 然後這件事便發酵 再發酵到 徐世華又出來講 然後劉晨良那些回應 說 怎麼你這樣派到 六十幾歲人 做生意不不不 然後開始有些回應 又跟之前有些自傷矛盾 那一篇 你們便直接告上法庭便行 說這麼多 罵人嗎 結果大家在爭辯 結果就延伸到這樣 有些什麼新的所謂的 所謂的政公 或是他指控 渾水一篇 世上最難反目的指控 就是自己提出的證據 但被人揭發 他說 劉晨良最近在直播宣稱 即渾水的整理 今次事件是一個商業培索 沒有意思為陳喬賀秀 他說 你細心看他 經常拐篇 所謂七分鐘證據 便發現端危 他說什麼 如果是 陳喬一向反對商業 可能這個已經透露了關鍵 為什麼呢 我們先出一張圖 雖然 他聯絡南華早報的技巧 寫這番話 你好 我是劉晨良 正為南早傳奇攝影記者 陳喬叔 九十大秀前 出版他的香港新聞圖片集 鏡頭下的歷史 我聯絡了南早的朋友 張家衛卡告知 我聯絡你 所以 冒昧就電郵 希望可以商量 照片的版權事宜 你專門提了陳喬老先生的大秀 南華早報自己 又不去找陳喬求證 他有疏忽 南華早報是有問題的 然後 可能是慶祝人生日 不是什麼商業事 因為說 談合約 都是印多少本 而不是定價他多少錢 沒有談到商業定價多少錢 於是南華便說 那就OK 然後 明年再戴頭髮 再看下一張 根據劉勢良他講法 他說 當時我看了一本書 即中橋版本的鏡頭下的歷史 喬叔就說 其實他希望這本書 可以再版 給多些人看得到 那本攝影集裡面的照片 於是 我就說 你就可以再版發行 他就說 其實本書 香港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都沒有 但是 其實劉勢良也做少一件事 其實你見不見不見得到 他都翻炒了 香港公共圖書館是有這本書的 好 然後 他說 他說 未你遵守 喬叔 他只說 香港圖書館都沒有 我當時很記得 很清楚 他這樣跟我說 當時應該提到的 就是一個籌款活動 即是出版來的 就是籌款活動 我覺得 可能就是 加拿大的朋友 或者是慈善組織 捐過錢的朋友 可以看到這本書 如果多人看到的話 正式出版 這樣就好些 劉勢良就說 哎呀 他跟我說過 想多些人看到 我便出版 但是 我發覺 他說這番說話 是有一些細節 其實很關鍵 你有沒有說出來 或者比較合謀一點 例如呢 究竟陳橋的同意這本書 再出版 是用什麼形式 是你出版 上書局出版 南華早報 還是中橋他再印 但是 你說 因為 陳橋是提供慈善 是用什麼慈善方式 他是不是 講明不可以商業他牟利呢 是移賣呢 還是送呢 這些我們看了三個星期了 包括樓上多次的解答 都還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 是 然後我們 就是 再看 即是他說 樓上就拍 初初的人說 哎 是不是真的質疑家屬 就是喬叔反對 喂 又拍過照 同意讀者 劉石人說他知道同意 但是後來樓上上星期都說 喂 喬叔打來臭口罵我 是 還騷擾我外父 出來見面 說要十萬加幣 即表示陳橋 老先生的確 是很不滿 是非常不滿 即使 可能一開始未必有 但是後來的確是 那麼 那 初初你整班人 攻擊家屬說 你們沒有證據證明到陳橋 老先生 是反對的 是不是你們自己貪錢的 而已 想借著老爸的名字 現在想拿些反稅 這樣解釋而已 其實 由樓世良 最新的說法 就已經反駁了她的粉絲之前的說法 陳橋 老先生的確是 去到後來 最少只是後來 我才不知道 最後 是非常之不滿 是要生氣到 要粗口罵你 是 還有一些人說 出書 是多少錢 可以賺到多少 有些人說 劉世良一向是這樣的 大小 大小 但是這個不是關鍵 關鍵就是 你沒有去處理好 陳橋老先生 而陳橋老先生 不滿他身為這些 相片 是他拍的 這些相片 是陳橋老先生的心血來的 而你沒有處理到 無論是 什麼的原因 這個就一定是 就算 比如說 老蕭也有些 你說小馬大幫 怎樣也好 但是他都說 劉世良 掩點這些問題 陶君恒和你這麼多人朋友 我明白他說這些話 這個我明白的 但是他也有說 你也有這些問題 然後劉世良 他自己也成為 有些事情急了 有些就說他輕輕去大國 就是表示 其實是有他的問題 但是這件事情 現在很多主流的網 我們看到那些很憤怒的網友 就已經不太接受了 因為大家已經去到 一個接近指控 他是一種欺詐的指控 就是 你如果做生意 就是這樣用這些手法 左哄右哄 都可以說是灰色地帶 但是你說 去到 你幫你買書 就像老蕭說 那年代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問題是 你的形象 或者你銷售那班觀眾 他是因為覺得 你真是為了想為香港文化 保育 幫一個資深的攝影師 去保留一些香港的歷史上面 就是那件事是有些公共的成份 我說公不公義 公共的成份 所以大家都覺得 我幫你買書 300元一本 平時都未必買賞賊的人 他都會來光顧你 他是因為覺得是你這樣宣傳了 還有再加上他自己 平時建立的那個人切 所謂 就是為了公道 公義發聲 喂 那我為什麼不光顧中橋 買那本書 要走來光顧你劉世良 買你那本書 就是因為你平時是這個立場 我們相信你 所以大家才有這麼大的反應 中橋不是親這麼做 那劉世良為什麼要幫親這麼做職業 現在才會有那麼多 藍牙早報都不是很好的 對傳媒 雖然以前和現在不同 那譬如這方就是 十二藍前的他的主席 當然他之前都說 劉世龍說的版本 和我認知是不同的 另外就是再捉一些照片 這幾張上星期五都展示過 那就是 譬如你和原本中橋那本 根本是摸到95% 你摸到99%都一樣 有些照片大了 有些照片大了 有些照片放在那邊 有些照片放在那邊 對感解 就是那些牌板很相似 是不是 沒有改過 那可能你 陳其魯先生一定會生氣 是不是 如果是 已經不要說 是否違背了他 不想把那些心血拿來牟利 商業他用途那樣東西 就算你出版 非牟利也好 你照抄中橋的版本 是不是 這個你好像 在知識版權上 你都犯了很大的問題 我未看過實體 好像有些人說 就算連那些紙質 那些東西都差過中橋的版本 不知道是否 甚至我又讀一篇他文章 馮希乾的文章 我這張是絕對 讀了他的文章 我先回來 你讀 馮希乾 寫得道者多助 5月7號寫了一篇 專欄外的故事鏡頭 的律史 前天就有朋友打電話來 很緊張 就說 喂 有人就罵你包庇劉細良 他說你扮中立 為什麼隻字不提 南華早報 Wilden Conn的證詞 他說 其實Wilden Conn的訪問 5月8號才看出 他5月10號 就已經出了那篇文章 他説 5月7號他列出 四項雙方都沒有爭議的事實 他說第一 照片版本屬於南華早報所有 第二 照片soft copy 是陳橋交給劉細良的 很多珍貴圖片 連報社都沒有儲存 雖然有些人說 如果連報社都沒有儲存 對照片 其實屬於南華早報 或者陳橋都可以爭辯 也可以爭辯 第三 陳橋沒有17年的版本 即劉細良版本 寫罪 也當中無法參與 沒得提意見 簡字片 參與飄出 第四 陳橋沒有任何金錢利益 時隔11日 跟著羅恩惠女士 即消失的檔案 當時就爆發了1967年的消失檔案 調查報道 跟劉細良先生公開回應 馮希乾就寫 我們可以多添三項 無需爭論的 客觀的事實 第五 陳橋在生的時候 曾清晰向劉細良 和其他人 包括他的女兒 朋友黃勤大 前經濟主席 岑爾蘭 提及反對出版 第六 出版之前 劉細良沒有按照業界慣例 要陳橋去簽 白紙黑字 同意書 或者授條書 這是最消息的 第七 17年版本 尚書局的影集 不單止 即是他根本不聚用了 照抄之前 06年中橋的版本 他說 關於這場爭議 劉細良先生曾苦口何心勸喻公眾 我希望大家用理性力的態度 擺在事實講道理 好了 馮希乾就說 我們擺在眼前 不妨講四點道理 第一 以上事實 跟陳橋女兒陳麗娟 5月6日發出的聲明內容 完全吻合 但劉先生的回應 自相矛盾 以事實不符 過5月6日 劉先生言之作作講 出版計劃是陳橋先生 喬叔的議員 並且獲得喬叔的同意 喬叔的女兒 即是當成離開之後 突然間就指控她盜竊 我就無意猜測 沒有什麼原因 我希望大家用理性態度 擺在事實講道理 那怎知 去到現在又說 喬叔打電話罵她 即是表示劉細良 跟著馮希乾的寫法 是有前言不對後語 自相矛盾的 第二 他說劉先生 隱瞞了非常關鍵的資訊 有誤導聽眾之言 在5月17日 劉先生從來向自己支持者 擺出一案的重要事實 就是尚書局的警察 原來全部去抄襲 連5、6年是中橋版的 這也是 如果不是消息一黨案 很誠意 羅恩惠擺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是這麼離譜 而劉細良從來沒有說過 原來一向是這麼離譜 即是表示 他隱瞞了一些事情 即是隱瞞了對不利的事 第三 他說劉先生 胡應的村崩委 即是說陳橋一七年就爆粗 就罵他和支援他惡苦 嗯 是 他說 如果根據劉先生早前的說法 他說那些照片是陳橋自己寄給他的 那麼 陳橋的電話就會說 為何靜靜地偷了一些照片去出書 如果劉先生是沒有偷 陳橋最都說騙你 即是怎會說你偷呢 嗯 那麼 就是越來越多 那麼還有譬如去到就是 消失的檔案 都有說回 喂 你連8月 一定11日那個所謂的 茶序 還是這個簽書會 食飯都是有 不是簽書會 即是這個變了爭議 你都搞錯了 他人子 是吧 或者是偷換他的概念 是吧 即是你有沒有說是那天 不過你 你接著他來說 你人誤會是那天 是 喂你都說有很多問題 就是叫做取巧 是 那這幾點是 這幾天他新增出來 是被人質疑的 是 還有呢 我想大家留意那個時間點 就是 出書那個時間就是17年 嗯 有些人就說 喂他怎會去貪這麼小便宜 他是要去到 你想一下去到19年 大家知道了 就是所有的 黃絲網台 或者黃絲的 business model 才開始多了人關注 就是那個流量啊 各樣東西才大了 接著他現在 去到今時今日 他才叫做月球的KOL 有人估計 有人估計他最高峰的時候 一個月過百萬 只是靠 未必不用賣產品的 可能只是靠Patreon Youtube 那裡已經去到這麼大的數 那 所以17年那時候 其實他是 或者很多KOL 都沒有想到賣東西 那時候我們 認識的 有這種規模 只有蕭先生 或者有些台 都是抄銷衫 賣東西 或者去透過收會員 好像都沒有直接收會員 都是透過 那時候好像剛剛 有Youtube的贊助 很少 其實數不多 未去到這麼誇張 所以那時候 劉細良 他那時候的時間點 就未去到 現在這麼富有 所以那時候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這樣的動機 大家自己去評估 但是你看到 這些質疑 其實無論怎樣說都好 大家現在開始質疑他 是 尤其信了他這麼多年的人 就是覺得 原來你做事的手法是這樣的 你做事的手法是這樣的 你不單止是 你平時在咪咪上說 為公義、為正義 原來你私底下做人 是這樣的 那我還信不信你 好呢 好,到大家質疑你的時候 你就去吵咬人 譬如徐少華 他問你那些 以前做生意的事情 你是否承認有這樣屈過我 趁這段時間說出來 否則他在以前說的話 就沒有人相信他的 他趁現在說出來 給大家聽 他的人是這樣的 以前說的人排山倒下 那麼攻擊 直接被人說他又鬼 又什麼 所以這麼多人 大家這麼多年都不出聲 可能現在說出來 你的回應就是 喂 你做了六十多歲的人 做了生意這麼久 你現在才說這麼冤屈嗎 你不早點說 哇 原來你的人是這樣的 是 這個是轉捏點 這個是轉捏點 所以他經常說 自己spin doctor 真是屎片醫生 喂 你這樣spin 你不是spin 你是正面開火 真是吵咬人家 刺爆你 哇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 所以那些粉絲現在這麼大 不過我就是想和 還有你們看 比如《蜜蜜的黨網》 他有很多人 即是他的粉絲質疑分析檔案 那些查詢 但他真的有很多證據 是拿出來的 比如兩本CD比較 他這些 還有我就是想和你聊一件事 或者問你一件事 喂 其實來到現在 其實你看到那些網友 他們對於那個KYL 或者他聽開這些政論的人 他們有期望的 嗯 而這個期望就是 比如說覺得你 喂 劉鑽正 你做網台 是不是不應該賺這麼多錢 有沒有這樣的網友 其實我覺得 不需要有這樣的期望 是的 不需要 你覺得他的事適合就聽 不是適合就沒有聽 是的 所以這一傳的網友 其實他們都有這樣的聲音 就是 喂 你們賺錢 其實如果我純粹支持你 是商業模式的 那你早說 你不要拿些 你不要拿些 有人說他好什麼 但他只是說我就是這樣 是啊 你不是說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我先認錢 是啊 但是到現在 但劉鑽正不是 他整個人設 他包裝到 喂 我們這些東西是為了香港 雖然他人的家 但不要管 我已經為了香港 評論這些東西是公道的 然後今天又說 不是啊 我出書是為了商業目的 嗯 是吧 那你早說嘛 是不是 但是他現在這樣 來到現在 你覺得他接下來的趨勢就是 他的粉 堅實的粉 就是會不會再跌呢 或者你覺得 劉鑽正還有什麼回應呢 他會不會肯道歉呢 這個也有很多 大家現在留意這件事 關注那個位置 嗯 我不知道他的回應 因為他好像 很多智商他的矛盾 是的 自己前言不後語 即自己掩蓋自己之前的說話 反而是更加不利 那些粉絲你喜歡不喜歡 我就沒有 就是不會幫他做決定 你自己想 但是 有時候你不要寫很多些董謎的東西 人家那邊踩場 永遠都是 你們在那邊踩場 你們去西環收錢 你們去收賺賺當錢 你們去加拿大選舉 你們文革 要記住什麼叫文革 輿論一面島和文革是兩回事 就是等於 現在輿論一面島 屌實光頭博 哦 那你不會說現在的人 文革批打光頭博 我輿論一面島 屌實林鄭月愛 你不會說現在是文革 雖然林鄭月愛 就是公權 就是輿論一面島和文革是兩回事 文革就是我有權 然後 說知你什麼 不講道理 不以事領事 不講政公 不講理事 因為你身份 我就批鬥你 搞你 打你 因為你是老師 因為你是地主 你的地主 是完全是一回事 而你這些說話 只會倒米 我們再看看 還有嗎 還有一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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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ny Boy 不是 剛剛那張 哦 你今天發出過 譬如 這個 智人的 良心店 傻猪媽 豬扒夢幻廚房 他說 劉世倫先生 知不知道你還記得 再一次網聚 我們用你城寨apps給錢 網友入多了給你 給錢 但是找不到 我跟老公 也有幾塊魚額 朋友也有幾塊 那晚十幾隻 款項應該不小 你離開香港這麼久 以來 提都沒提過 怎樣安排退款 可能貴仍失望 願意城寨的apps 也下架了 苦無方法之下 就提出這個帖 提醒對方 記稀誰主 你說過魚額 可以在你書店買書 等本人和老公上去看 有什麼書買 其實 你先來買我的書 其實這個都已經 有些好像 其實不太適合掃 就算了 但十支八九的書都賣光 有的又不適合看 當時真的不知怎樣處理 洗了魚額 不過 老公一直都覺得 劉世倫先生 不會走我們掃的 就等你安排 一等等了四五年過去 我想真的要提醒一下你 我自己欠人錢 心話掛周生不罪財 謹記 一定要還錢給人 不知道你會不會呢 再有一個 再看 話說一九九七年 劉世良就去一仔做編輯 年後第二年七月 一周刊一篇 題為 狀元考試考上任的文章 黃隱孫畢業生 金思仁沉溺考試 他說沒有考試會周生行 上班日日 於是就很悶 金思仁向記協和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說那篇報導關於他的大部分內容 是完全虛構 劉世良鎮記協的操守人 表示他受到無理指控 也都對有關投訴深表遺憾 記協採定難以斷言有關文章 再有捏造的內容 私隱專員公署認為表面正正的不足 無需調查 金思仁就不服上訴 行政上訴委會 就後來一致同意 一致同意私隱專員的決定 不過 好了 我們先出當年的報道 一周刊 好了 好 然後他再出 這個金思仁是聯絡我的 是嗎 他聯絡過你 他說 這是根據他的說法 他說他沒有同意接受個人的專訪 當年 又是用這些手法 我想想想想 有小檔案 小檔案寫錯了 他立即 他是讀大學 是讀會計 那他報錯了 考試 大量的專業史是可以考的 他說他沒有跟記者講過工作的情況 關於工作方面全部的虛構 他說他沒有在中學寫大字報 他公開大學系的原因 為什麼要讀呢 就是想全職修讀經濟學實史 因為經濟學對數學的要求很高 而他數學的基礎數比較差 所以是收讀公開大學 看看能否追到 他說他第一個 posting的茶牌 上手打電話去 就算了 他試過在十澳裏面一條村 茶牌就落到巴士 走進去 走到大學 整間濕透了 之後就查到 收五元的登記費 影響費 之前五六年 都是這樣收 沒人出聲說有事 同事於求我 看到就看不到 怕不肯說 很多這些事情等等 等等等等 他說 在人生低潮時候 這篇偽造訪問就發生了 可能剛巧他發生了一些人生低潮的事 於是就有了這篇訪問 可能人家知道他有這些事出現 因為記者本身認識 寫了出來 但他說 他說從來我沒有遷就我的個人專訪 裡面的內容其實也有錯 他在記業投訴 劉勢良就代表一周可無影響 他說他只是負責起標題 問題就出現了 如果劉勢良只是負責起標題 他又知道記者和一組認識 他為何這麼肯定 那麼私人的投訴是無理呢 為何他不會先詳細了解事件 如果他身為他編輯 是不是 或者他有沒有去參與偽造呢 那麼初初 那麼法改會 那麼去到後來呢 那麼 那麼 就說判初 他說這宗案 是應該屬於違反私隱條例的 但是行政上訴委員會就判決 那麼就會成為這個 的案例 那麼再出一些照片 那麼這個就是那個上訴委員會 那麼當年他給了 他給你看 真有這些事 好我們繼續出 哦 出了他這幾張 噢 他給你出的 對 噢 然後我再出最後 黃色 對那張 這個 這個 什麼來的 這個 這張 就是 就是 記協說 已經接觸到已經轉業的文章記者 只為他承認 那麼文章流於表現 沒有引述 那麼金先生談及關於有關工作 阿俊修的正面積極他的態度 那麼 那麼他又表示 文章是根據編輯方針讚寫的 如果金先生認為內容又不負原語之處 他會為此自協 即表示記者覺得 寫是編輯方針 我才這樣寫出來 即是說 是否就是 劉世倫給他的壓力 要他這樣寫呢 搞到他要 某些東西作故事 他出來 或者別人都沒有這樣說過 就寫得很善情 即是怎樣呢 那麼 這個就是 那個 當日 就是 那個記者 金思恒 他自己的說法 和金思恒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斷 因為我都跟金思恒說 不如這樣 你去 我介紹一些媒體 他給你 你試試跟他做訪問 你找得真實一點 因為我們這裏 怎樣說呢 因為給你星期三都回來 初初是星期二 剛才說星期三 星期五 就未必可以訪問他 但我也安排泰泰泰高等等 給一些友好的記者 聯絡一下他 當然 這個是金思恒一面的 他說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聽著 所以你做判斷的時候 要聽到第二遍 暫時是他自己 一面 但這些是最新的 去到現在 更加 例如你說 傻豬媽 都是他一面的說法 讓我看看 但都是最新一些 對劉細良 不同的空手 是 你這節 這節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啊 然後你有嘉賓 是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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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